作者,张义如果问一个美国政客谁是美国最重要敌人,相信会有相当多的回答是中俄。 但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这不是标准答案,于是江欧盟也加入这一列表中,结果一时激起千层浪,内外舆论一片哗然。 2018年7月16日,就观察者网报道,北约峰会刚刚落幕,虽然整个峰会取得成果有限,可毕竟是盟友间一次难的交流,即使有不满也应当暂时保持克制。 可这一点似乎对特朗普完全无效,这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刚结束不久,便对盟友大家怕罚,而且用词非常严重。 在相关采访中,特朗普直接将盟友欧盟称为美国的敌人。 月前,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采访时,被问及谁是美国在全球最大的敌人这个问题,原本众人都猜测会得到一个传统爱而圆滑的答案,可与不惊人死不休的特朗普却给出一个惊人的答案。 他表示,美国有很多敌人,而欧盟就是其中之一。 当谭吉威和视欧盟为敌人时,特朗普用近乎吐槽的口气指出,欧盟不仅在在贸易上不可对美国让步, 在军事上也不愿履行卫约成员基本防务义务提高军费,这和敌人没什么区别。 特朗普与此时放出这番言论,一方面是向欧盟施压,因为美欧双方在许多领域分歧很大,欧盟不肯向美国妥协,尤其是军事领域。 即使特朗普威胁回撤出很多欧洲国家驻军并缩小对欧洲盟国的防务投入,大多数欧洲国家也仅仅表示愿意做出有限让步。 如2030年前,将军费战GDP比例提升到2%,可这显然无法满足美国方面要求,双方依旧呈现将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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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